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關鍵下一秒 今天台北股市又是一個大跌的格局 盤中一度跌到超過200點的幅度 是來到7770點 在後續尾盤有一些向上拉抬的力道 最終收在7852 不過今天的一個行情 雖然說是一個大跌的格局 不過我覺得今天的行情 大概有幾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我們先跟大家提 第一個重點是在於 其實當然昨天美國股市是下跌的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今天其實在開盤的一個過程當中 台北股市並沒有大跌 開盤只有開跌22點 最主要的一個因素是從9點半之後 開始突現大幅度的賣壓 向下去做灌壓 最主要的一個因素是中國股市 他們在2016年也就是今年 他們有一個新的制度叫做熔斷機制 結果第一天1月4號開盤的時候 他們就啟動了這個熔斷機制 然後今天它那個時間更快 它只交易了大概不到15分鐘的時間 它熔斷機制又在啟動的一個過程裡面 當然也造成這個亞洲股市 通通出現了一個下沙的一個狀況 但是來到最低點7770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明顯有國家隊出手的影子 所以有這個往上去拉抬的這個尾盤的動作 好但來到這個部分 重點在於到底後續的行情 你應該如何去做觀察 那現在我是要告訴各位 其實有一句話叫做物極必反 那這一句話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行情在短短4天當中跌幅 這麼多 跌幅來到將近500點的一個狀況底下 其實它本來它就醞釀了一個跌升反彈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觀眾朋友到今天 如果說你這個時候 你還在收看同步節目的話 我相信其實你一定想要改變現在既有的狀況 對不對 所以我知道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引用一句非常有名的小說 叫做雙城記 這個作者叫狄更斯 他提到一句話叫做 他的那個開頭的前言就叫做 這是最好的時代 同時也是最壞的時代 所以一樣的一個邏輯套用在台北股市上面 謝老師認為現階段看起來 你會覺得很悲觀 每天都是利空 每天都有不一樣的黑天鵝在做出沒 但是對於觀眾朋友來講 我覺得這是最壞的時代沒有錯 但是他同時對於你來講 你要反敗為勝 這也是最好的時代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我們可以來看台北股市的一個技術面 技術面的一個部分 觀眾朋友現在市場氣氛很悲觀對不對 連續4天都是黑K棒 而且每天的跌幅都一直不斷在往下去做擴大 但是觀眾朋友 你還記不記得當初7203 那個時候的市場氣氛 那一天台北股市跌300多點 盤中跌到500多點 那時候市場氣氛應該很恐慌對不對 但就在那個時間點當中 你看到了他在見到波段低點之後 這個指數開始往上去做拉抬 從7203拉到8871 漲不多只漲了23% 但是這一段時間當中 觀眾朋友你應該有印象 有多少股票漲幅超過一倍 我想包括我們過去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提到的 像是4174的浩鼎 像是3552的銅智 或者說是3514的玉金 他是不是都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股價其實漲幅都來到一倍左右的一個水準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其實你要去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謝老師今天會跟你講說物極必反 你看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那個成交量 當然你如果說 以這個封關之前 那時候500億的一個成交量來看 400億500億的成交量來看 這個時候不僅是有這個出現放大 而且是顯著放大對不對 好 但即便你撇開當初那個 因為要封關低量我們不談 你光看過去這一段時間 你看這個成交量 他其實已經是創下了 這一個波段大概兩個多月以來的 將近三個月以來的一個最大量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其實在股市下跌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覺得很悲觀 大家都不敢接股票 但是成交量卻每天越放越大 股票是誰接走了 所以有時候你去想這個問題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今天的行情 大家都跟你講不好 這個行情會破底 但是我覺得 當這空間拉出來之後 第一個跌升反彈對不對 第二個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行情 有人開始在低檔做承接之後 這個行情後續往上攻擊的時候 那個價差你把它掌握起來 就好像當初7203 漲到8871這個過程裡面 你看有那麼多的股票漲一倍 觀眾朋友 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說當初在7203 你做到了 你做到了這個浩鼎 你做到了玉金 你做到了銅智 它能不能夠幫你解決 你現在手中套牢持股的問題 可以嘛對不對 所以套牢的股票你要如何解決 最好的方式 當然就是你找到一檔 接下來它會變成主流的個股 你來做一個進場操作嘛 好 但是講到這個部分 我知道觀眾朋友會擔心 就是說老師 可是這個時間點 這個出問題的又不是只有台北股市 最主要是因為入股啊 因為我們剛剛也提到了嘛對不對 那今天入股其實它創下了一個 應該是人類有股市以來啦 最早有開盤 有開盤的一個過程當中 最早收盤的一天啦 它四天之內第二次提早休市 觀眾朋友你沒有看錯 它不是後面謝老師 不是謝老師圖紙抓到這裡 是因為它只交易到這裡 它交易到9點半開盤 到10點鐘這個時候呢 它就已經收盤了 那這個時間點 它今天實際交易的時間 有那個中國的股民把它算出來 是857秒 是連15分鐘都不到 所以你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走勢的時候 我知道你會擔心就是說 老師 台北股市有人在承接沒有錯 這承接上就看得出來嘛對不對 但是中國股市怎麼辦 好 謝老師這個地方簡單跟大家提 你看這個部分 我們先來看這一波的一個 中國股市的大多頭 這一波行情不是最高點來到5178嗎 對不對 結果後續那時候在8月份的時候 因為人民幣極貶 所以造成它的股市也出現極貶 對不對 第一波低點來到 大概3500點左右的一個水準 然後後面又往上拉 拉到4200 4300對不對 好 那拉起來的一個過程裡面 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你有去留意中國股市的話 那時候有一個跡象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那個時候外資是不太跟的 所以這代表什麼事情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說 這樣子的一個低點是政府做出來的 政府做出來的一個低點 那往上拉 當然就沒有人要跟嘛對不對 好 但是中國政府發現這樣的事情 好 那如果我做的低點你不要跟 那沒有關係嘛 我就讓它自然落底 我就讓它自然落底 看市場認為什麼樣的一個低點 它是合理的 我們就來看那一個位置嘛對不對 你股價變便宜了 到了一個合理的價格 自然就會有買盤出場 買盤去做進場 這個是股市當中永遠不變的真理 好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它後續再創了一個低點叫2850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低點 稱之為叫做自然落底的低點 好 所以你看到過去這幾陣子 當然有很多人在檢討這個制度 熔斷這個制度到底是不是應該適合 在這個時候中國股市去用 但是我覺得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 加速趕底的過程 也就是說 不論對於多方也好 對於空方也好 它只是一個理由存在 就是為什麼中國股市 最近是曾經下跌的 好 但你要去想一個問題 它當初這個位置 既然是自然落底的低點的話 今天已經來到3,115啦 它離這個低點 大概也不到一成的一個空間 你覺得它的低點還有多少 尤其是它當初金融海嘯的時候 它低點是1664點 觀眾朋友 你覺得現在市場上的氣氛 像是會發生金融海嘯的一個過程嗎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老師可是好像還蠻恐慌的 但你要去想一個差別在哪裡 當初金融海嘯是由美國 美國它所造成的那個刺激房貸 對不對 它所造成那個股市 呈現了一個大跌的一個狀況 但是現階段 全世界不論是經濟學家也好 不論是一般民眾也好 共識是什麼 我們不是講美國股市會漲 我們共識是什麼 共識就是美國的經濟在好轉 因為就是因為這樣子 才會去做一個升級的動作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你說這個時候 不會比金融海嘯還來的慘 這個又是前一波 拉到5178最高點 打下來的自然落底的低點 觀眾朋友 你覺得這個時候 來到3000億之後 它的低點還有多少 如果低點不多 那個行情打下來 其實不就是你最好布局的一個機會嗎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時候 我知道觀眾朋友會很恐慌 但是就如同我們過去跟大家所提到的 股市二八法則只有20%的人是賺錢 有80%的人賠錢 在市場都很恐慌的一個過程裡面 觀眾朋友 難道你要選擇跟大多數的人站在一起嗎 就好像我們剛剛舉的那個中國股市的例子對不對 這一次有很多人講說 就是因為那個銀行業的那個TRF 所造成那個銀行可能會大幅度的虧損 那觀眾朋友你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網上攻擊的時候 大家都跟你說中國股市好 大家告訴你說人民幣會升值 結果人民幣在今天創下了 近幾年來貶值的一個低點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人家在一窩蜂在熱的時候 你去介入這樣子的一個商品 然後要等到大家都覺得 好像很悲觀的時候 這個才會是你的一個機會啊 所以我告訴各位 這個行情就如同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你不論就台北股市也好 不論就中國股市也好 那個低點其實都不會太多啦 那你說美國股市呢 美國股市最近就只是因為 因為中國股市跌嘛 所以就跟著跌嘛 所以最主要其實那個要點 還是在中國的一個部分 那既然中國股市有機會在這個地方 看到短線的低點 觀眾朋友這個時候 難道你還要選擇 站在很悲觀的一個位置嗎 好所以這個部分 行情的部分 我告訴各位大家不用擔心 但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個股的部分 你要如何去做調整 好那我知道 今天還是會有很多人針對平蓋股 在跟你做打壓 告訴你說這股票你早就應該停損啦 告訴你這股票應該砍掉 跟他做新的股票 很多人這樣子講對不對 但是我昨天我講到 我說基本上你聽這樣子的言論 對於你來講有沒有幫助 觀眾朋友你問問看你自己 對於你有沒有幫助 沒有嘛對不對 因為如果說你砍的下去的話 我相信其實你大概早就已經砍掉了 如果你是當初 看我們的節目 你有把謝老師跟你講的話聽進去的話 當初包括10月27號 蘋果公布財報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這是壓縮 蘋果供應鏈的毛利率對不對 然後包括了11月17號 我舉了一張圖表給大家看 我說基金狂賣嘛 所以那個時候 你就應該知道說 你應該避開平蓋股的一個操作 好但沒關係啦 沒避開也沒有關係嘛 我要跟大家提的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你這個地方 你要如何去幫你套勞持股 去做一個解套的一個操作 我舉個例子來講 包括像是大力光 這是昨天跌領版的股票對不對 那今天股價波段新低 那今天輪到什麼 今天輪到2474的課程 觀眾朋友你看這兩張股票 其實很有趣 它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你看這股票它其實在11點之前 它股票就鎖住跌領版了對不對 那理論上來講 鎖住跌領版 它是不是通常代表 它應該沒有量了 因為沒有人要做嘛 這個部分其實你可以看 後面的一個成交量 其實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後面幾乎都沒有出成交量對不對 所以代表這25000張的大量 它都是在前面這個開低 以及打到跌領版的過程裡面 它所形成的一個成交量 結果你看 這個成交量是 一樣是創下波段以來的最大量 所以我告訴各位一個重點 當然我們剛剛提供給大家一個方式 就是說你看7203以來有這麼多的股票 它股價後面是漲了將近超過 一倍以上的一個幅度對不對 那你看到這樣子的股票 第一個如果你可以做 你可以跟著我們做這樣的個股 當然你有一個解套的機會 但是我剛剛也講了 就是說現階段 股票就砍不下去啊怎麼辦 所以現在我是告訴各位 這個地方絕對不會是你去砍股票的時候啦 我知道很多人在節目裡面都告訴你說 你那個股票要砍掉啊 跟它做新的股票啊 我剛剛就講了嘛 問題是砍不下去嘛對不對 觀眾朋友你問問看你自己 就砍不下去你要怎麼做 所以我昨天我跟大家提到說 自己的瓶蓋你要自己救 那怎麼救 我們昨天已經跟大家提了 這三點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今天我要跟大家 更強化一個概念是在於什麼 我說這個部分 我知道現階段跌下來之後 大家手中多多少少都有套牢的持股 謝老師也有套牢的持股啊 問題是說你這樣子的股票 你要怎麼樣去做解決 那如果你真的停損不下去的話 你要怎麼做解決 唯一可成為例子 觀眾朋友你去想一個問題喔 可成這一波高點是402塊對不對 然後打到今天低點是226 好那股價已經 這個股價已經幾乎是曾經腰斬了 好但是我要告訴各位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假設啦 我們假設一件事情 如果226塊 是可成的波段最低點 當然我覺得不是啦 但是我們先假設這樣子的操作 如果他226塊是波段最低點 你如果當初買在402塊 觀眾朋友你要怎麼做 你說這個時間點 你砍不下去你怎麼辦 如果是我啦 我會選擇 如果這個地方是波段最低點的話 我會在這個地方 我再加碼 我再做加碼的動作 加碼 譬如說你如果402買一張 402就波段最高點嘛 402買一張 你226塊再買一張 觀眾朋友你的成本是多少 一半嘛對不對 402加226除以2 我算過了啦 314塊 那你要去想一個問題喔 就是說 觀眾朋友你去想一個問題在於說 你今天如果說你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操作的話 你覺得 這個可能在跌升一定會出現反彈嘛 我相信我講這個東西大家都認同對不對 但是你覺得他回到314塊比較容易 還是說他回到402塊比較容易 這還用想嗎 當然是314塊比較容易對不對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想了嘛 這個時間點如果他平概股 跌到一個可以買進的位置的時候 我就會帶你做加碼的動作 我手中是沒有這些平概股啦 但是我要幫你解決你手中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會選擇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操作 尤其是在於說 這一波跌下來 我知道大家都有傷到 你子彈不夠 你可能只剩下一發子彈 所以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這個加碼的一個價位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夏老師敢這樣子講 因為我有這個能力做到啊 觀眾朋友你記不記得 當初在7203 當然這個我們不是套牢去做加碼的 當初7203的時候我怎麼帶你做平概股的 你看包括宏捷科 宏捷科是不是平概股 是嘛對不對 我選擇帶你買來這一天 8月25號對不對 他從62塊半漲到我們出掉的高點 叫84塊3 這一個波段漲了34% 好那這一檔個股 除了這檔個股之外 另外包括像是4966的普瑞 這個我們前面做過 354賣出之後 跌下來我有沒有接 跌下來我沒有接嘛 對不對 一樣的一個道理 跌到低點168 你這個時候你去做加碼的動作 彈起來我們出掉的高點 出掉的那個時候的高點是256 它漲了52.3%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提了嘛 我說你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你才會有辦法快速幫你的套牢持股做解套 如果說你不敢去買 跟著我們去買一些新的股票的話 你這個時候你唯有這樣子做 你才能夠做到快速的一個解套啊 好或許你覺得這些都是小股票對不對 你如果是我的忠實觀眾朋友 你應該知道我還做過這個嘛對不對 紅準漲了14.1% 今天股價剩多少了 後面這一段時間 我有帶你做過紅準嗎 沒有嘛對不對 包括像是4938的合碩 當初漲15.5%啊 所以觀眾朋友 沒有解不了的問題喔 重點是你願不願意跨出那個第一步 讓謝老師幫你解決你現在手中的問題 我相信我這樣子講 觀眾朋友你都可以認同嘛 就是我低檔我再加碼 談起來我成本我就可以出了嘛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那個關鍵啊 那個最低點要發動往上攻擊那個訊號 到底在哪裡 你必須要跟著謝老師同步來做一個進場啊 所以我告訴各位喔 包括其實這個聯亞也是我們當初在 這樣子的一個行情當中去做進場的嘛 所以我告訴各位 基本上這個時候行情它馬上就 這個地方馬上就要物極 走出一個物極必反的一個行情出來 但重點是你手中套牢的持股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你要下午是帶著你 在這個時間點在低點去做加碼 快速讓你的成本可以降低 談起來你可以去做一個沒有虧錢的出場 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你才能夠在後續的行情 把你賠的錢都把它賺回來 所以我希望觀眾朋友 今天你聽了很多人告訴你要停損 要砍股票 或者說是叫你跟他做一檔新的股票 我相信你沒有信心啦 因為你怕你換了一檔新的股票 兩股招幣 你原本那個套牢的股票往上反彈 結果你換了新的股票又不會漲對不對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如果說這樣子的一個 你有遇到這樣子的一個困難的話 沒有關係 謝老師幫你掌握住 你現階段你手中套牢持股 那個最關鍵的加碼點 如果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我覺得才能最快速 幫助觀眾朋友 你做一個解套的一個行情 所以我告訴觀眾朋友 這個行情你務必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的 你務必要跟上謝老師 那第二階段的節目回來 我們再跟大家提 還有什麼樣的個股 值得你後續做特別留意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馬上幫各位做解析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掌握關鍵短折 更剩資金多寡 人是否常常追高殺低 人是否總是輸多贏少 掌握財富的鑰匙 把握致富的關鍵 關鍵就是 02-8101-0600 02-8101-0600 坑達投顧網站 每日提供即時專業研究報告 邀您鎖定瀏覽 您投資最佳的選擇 坑達投顧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掌握關鍵短折 更剩資金多寡 人是否常常追高殺低 人是否總是輸多贏少 掌握財富的鑰匙 把握致富的關鍵 關鍵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不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wn Line 鵝排氣密瘡 森田藥妝高純度 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妝 賴斯堡是最認真 最專業 最了解國際趨勢的立法委員 賴斯堡委員在台北市 清澳 花博 或任何需要協助時 總是一不容辭 全力相挺 他是我們最重要的幫手 這是我們立法院 很重要的制裁 最優質的立委 賴斯堡委員 歡迎回到我們的一個節目現場 所以在下午有一個 比較新的政策在於說 又要融券放空的保證金 要提到120% 好 那這個部分 觀眾朋友你記不記得上一次 是什麼時候 是8月23號 我記得是禮拜天 禮拜天公布之後 結果禮拜一的行情是走出這一根 就是7203這一根 所以你這個地方 觀眾朋友我為什麼剛剛會提到說 你還記不記得那時候的市場氣氛 那個時候市場氣氛也是非常悲觀 然後政府也是祭出 120%融券保證金的一個政策 結果你看到 隔天有沒有跌 隔天有跌啊 問題是跌下來之後 這個地方建到最低點之後 它股價指數開始往上漲 漲了23.1% 這一段時間 有多少股票漲超過一倍 我想我們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提過的 包括像是浩鼎啊 浴金啊 對不對 銅智啊 那除了這些股票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股票漲幅超過一倍 我相信觀眾朋友你應該知道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要告訴各位的是在於說 這個時候絕對不會是你砍股票的地方 因為你如果能夠砍 你早就砍了 那重點是你現在砍不下去 你應該如何去做調整 所以我剛剛我跟大家提了嘛 我說這個部分 你要掌握住的是那個關鍵點 以及說你手中的瓶蓋股到底是不是屬於那種 那個時候當行情指紋的時候 它第一時間會往上去做談生的嘛 所以我在節目裡面跟大家提到你很多瓶蓋股的一個關盤重點 對不對 包括我1月5號禮拜二的時候 我是不是跟大家提到TPK這張股票 我說你哪時候出紅K 哪時候站上這一條虛線 它才會是一個止跌的一個訊號對不對 結果不僅沒有出現這樣的情形 隔天再疊一根長AK 好 但是你說今天有沒有出現一些比較 比較這個不一樣的發展 有啦 至少它今天收的是一個 不是一個太差的一個行情嘛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今天它行情還要往上走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個K線的部分 它收出的雖然還是一根黑K棒 連續第12天 但是你可以看到上下引線都很長 這有一個比較有一個出現一個轉折契機的一個機會 但能不能夠這樣子成形 你還是要跟上謝老師的一個 跟你的這個分析的一個部分 但是你看到這個部分 有一些股票它會被它拖下去 例如說像是FGIS 這兩股票其實當初不是跟TPK 一起在做那個False Touch嗎 對不對 那你這兩股票在12月21號開放信用交易 12天增加2655張 那當然你說現階段 你說這個增加的這個價位 它基本上它不會構成所謂的融資斷頭的一個部分 但是有沒有機會談起來 你還是必須要觀察TPK的走勢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提了 自己的瓶蓋股你要自己救 那如果你不會救 沒有關係嘛 謝老師幫你嘛 所有的市場上都在取笑你 或者是落井下石打你的瓶蓋股的時候 只有謝老師在節目裡面告訴你說 我願意幫助大家嘛 問題是你必須你要 讓我知道你在哪裡 我才有辦法幫助你啊 就如同我剛剛我所提到的 你說可成如果今天就是最低點 你這個時候加碼 你當初買在402的 到底是彈到314塊比較容易 還是說你回到402塊比較容易 這個答案其實應該很簡單嘛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每一檔個股又每一檔個股 不一樣的操作方式 但是謝老師敢講 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實力 幫你抓到那個轉折點嘛 就好像當初在這個8月25號 8月24號7203低點以來 我幫大家抓到什麼 幫大家抓到紅捷科啊 對不對 幫大家抓到普瑞啊 幫大家抓到紅准啊 幫大家抓到核碩啊 這不是大型股小型股其實都有嘛 所以你把握住這樣子的機會 你還是有機會幫你手中的持股 去做一個解套 並且甚至有機會呈現獲利的一個機會啊 那這個時間點有沒有其他好的個股 也是有啊 包括我們過去跟大家提到的汽車電池 你看喔 同志的部分 今天你看主流股就是強勢抗跌嘛 對不對 包括了像是F廣滑 今天股價跌 但是它的跌幅 它相對於其他個股來講是小的嘛 那這種股價強勢的時候 當行情指紋 最先上去的不就是這種股票嘛 對不對 包括了像是3665的F茂連 其實你都可以去觀察喔 今天的一個走勢 它不是明顯都比大盤來的強勢很多 這個就是主流股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告訴各位嘛 重點啦你要去回想就是說 當時這個市場氣氛是什麼 但是這一波漲上來 有很多股票漲幅超過一倍 這個時間點每天跌 我知道市場很恐慌 你也很恐慌 但量越放越大 到底是誰把股票接走 你想清楚這個問題 你想要把你手中套牢持股 去把它做轉變的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做 沒有關係 謝老師願意全力來協助大家 希望觀眾朋友 你要把握住這一波的行情 節目進行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資料僱供參考 亨达投顾网站 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亨达投顾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掌握关键短折 看上资金多寡 您是否常常追高杀低 您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有限 02-8101-0600 02-8101-0600 申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申田药庄 赖斯堡是最认真最专业 最了解国际趋势的立法委员 赖斯堡委员在台北市 清澳 瓜婆或任何需要协助时 总是义不容辞 能力相同 它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 这是我们立法院很重要的资产 最优质的立委 赖斯堡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世界内战 人生人一天